喝了酒之后动不动就把气承车死其 当你们出气的对象 女神爱比打爆问讲头 警告害她Q闹到 哦 这个女神好凶哦 在打气承车司机呢 她不只是凶 还是个恶名糟糟的网路名人 她就是被某些朋友认为漂亮 封她为女神的爱比 她前年唱KTV时 因分摊八百多块酒钱与人冲突 害男友杀人被抓去关 她自己呢 无罪 搭前天深夜 她又闹事了 喝了酒后搭计程车 小姐到咯 车资115元 200块给你找 没有零钱15元吗 先给你10块 5块不用了啦 你们赶快回家休息 你妈 你什么意思 问讲逃出车外 爱比追出来脱下高跟鞋 8世纪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爱比还在极短时间内 料了两个男的来助阵 还好警察很快赶到来解围 倒霉的问讲大哥 只被高跟鞋打破头 冯八针 看起来那么娇小年轻 那两个小女生 那种泼拉起来那种狠心 因为想象不到啦 若不是问讲大哥的亲身经历 公道哥也难以想象 这个面貌脚好的长腿妹 会这么心狠手辣 问讲告他伤害 他还回告问讲 害他抽烙到 打人打到手扭伤 还告人天下间还有这个道理啊 这次看你怎么赖 又要男人帮你扛人吗 没错 她是个女神 金饼 谁遇到她谁虽小 动新闻 法律该制止她了吧 报道 请不吝点赞